大家好 我是傑若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第五章的第二部分 Feature 版權能力 特徵工程 那我是用那個 這本書的一些教材來講 那我再一些我今天補充的樣子 首先的話 我們知道什麼是特徵工程 基本它概念就是說 當你先拿一份資料 你不會把它直接就彙入你的模特兒 通常你會做一些 資料先注意 然後還會做一些 特徵的調整的樣子 因為我們大部分拿有資料的 特徵基本上他們說是蠻軟的 或者是本身是文字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如果說 我們現在要做文字的處理的話 基本上最好我就用素質的方式在處理 所以這張的 重點其實是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我們如何面對 Category的Beta 那第二個重點是說 我們如何把一些Feature 在做記錄的顏色 那第三個部分是 Invitation 主要是想說 我的資料裡面如果有名字前 再搞不好怎麼做處理 這樣子 如果用 以字的這些套元來做一些請求 這樣子 那這邊唯一沒有講到是 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音名舉的特徵主題 那這邊 他有講話說這東西 放股比較大 所以這邊 他就放在這邊講 所以今天主要都會講三個主題 這樣子 就是Category Aray Feature 跟Invitation 這樣子 好首先我們今天看到 Category Feature 那對Category Feature來說 它對應的另外一個單字 叫做 Unlimited No Feature 其他之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拿一筆資料 這筆資料裡面會有兩種配型的特徵 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 Unlimited No Feature 也就是用 除了數值的分析 然後就是價錢 然後就是數量 那我們一般來說 比較麻煩的是那種 叫做Category Feature 就是說 它其實對應一個單字 或是一個特別的標籤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就是我們的 文化主要不要出類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今天出類 並不是一個文字的東西 我們出類是一個特徵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轉換成一個數字 那資學來說 我們要把它轉換數字的方法就是 給它做 123 比如說 這個 quid 1 primum 2 quid 4 是3 那這個重複就給它2 所以大概就是1232 這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資學上的做法 但這件事情非常不媚的盛失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要做一個 NEO理會學的問題的話 這個數字的大小其實會影響到 你的相對的一些關係 比如說 他沒有解決力是大 比如說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說我這樣定的話 這個權重就會比這個大 這個比這個大 或者是說 這個減 這個就等於這個權重 所以當你轉換成數字的時候 這件事情 反而會把你的資料做 有些會污染的動作 因為你做這件事情 其實根本沒有意義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在做特徵工程 如果遇到這種 category feature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是做 萬他人工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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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種方式類型 我這樣會很強 對之前的概念就是 我把它做一個重新編碼 也就是說 每個單位都把它變成 一個特殊編碼 那我先大家來看好 好 在3D讀的話 因為我們是使用的特殊 所以我們在3D讀的部分 我們就導入一個 叫做 Dictionary Vectorizer 比如說我今天把我要的資料 做一個準時功能的改變 那他都完結好了 所以你再把你的資料 比如說像這樣 擺進去 他自己偵測的時候 像那些素材 做改變 可是如果說像是這種 我這邊看一下 qui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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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qui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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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欄會叫做Brimo,BringM,Bring4 所以我知道這個E代表的意思是BringM 然後第四、第五是什麼? Quise跟Root 這部分我們就會知道它是對應欄 你會發現說你轉成One和Code的特性就是 它對應的只會是E而已 其他是BringM,因為我這邊第一個是M QuickM,所以我這邊會是E 其他都沒有 所以每個欄會關於每個欄會就長這樣子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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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那這邊有個概念就是說 即使你原本可能有一個排序 但是它會知道幫你做一個新的排序 這應該是由Alphabet的方式去做排序 F-space 最小的就是大概有這樣子 好,那 這邊會衍生一個型的問題 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有一個概念叫做Spawns Spawns意思就是說係數嘛 我今天做出來的東西會是一個係數矩陣 所以我如果今天我的欄會非常多 比如說我今天只有三倍 可是如果說以一個美國來說 它可能 光是說第0可能有不是這個欄會 所以做出來的話 你會這邊會有50個欄會 然後全部都是0 這邊欄會是1 這邊一樣50個0 全部都是1這樣子 所以你會把你的整個資料量大幅的放大 那如果說我今天講的是那個 叫做Category feature 如果說我今天處理一些文字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量會更大 因為單字可能會有上千種單字的組合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記憶可能就會要存放很大量的空間 所以當你沒有開這個時候 它就是存成這樣空間010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資料有效的管理處 我們事實上不用去計 民跟一個位置 我們只要計說這個欄會裡面 第幾欄會是1 然後第二欄會是1 第二欄會是1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欄改成 差的值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當我把它的改成差的時候 它會說 好我現在訂一個新的beta 我訂的是一個只有7個element 然後就存在一個壓縮過的SPOTS 鑼褲座位 也就是說它今天其實 它對於運營 對我來說我們其實要的機箱都會一直移動 它現在會用的壓縮 做壓縮 因為基本上都一樣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大幅的減少 那個一體空間跟近體空間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在做那個 溫害空間必須要用我的技巧 因為你鑼褲用起來的話 你可能會有很大量的質量 那這邊有很多問題嗎 然後馬上沒有人繼續 那我這是客人講的東西 那我後來還在做一些補充 那我簡單用的概念就是 有用跟沒有用的差異這樣子 簡單來說我先用剛剛第一個發言 第一個發言是說我今天就是PORS 把它關掉了 那我們做出來的案是一個這樣舉證 就是0108754這樣子 那我想要看一下說 它轉成觸有什麼樣的概念 轉成觸的話其實也蠻簡單的 它只記錄說 第1行的第2的位置 是1然後發現5 4 社下都沒有記錄 為什麼社下的位置 它都認為是4為0 所以當你的量非常大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很 可以大幅壓縮你的資料量 那事實上你在做分析的時候 你在做S多數的位置 它不影響到你透明的計算 但是在做出色的時候 它其實幫你大幅解釋 它的統計壓力 就是這樣概念 那後來我有補充一個東西 叫做Inverse 因為有時候你拿到的資料是 然後知道是這樣子 其實你不知道它長不一樣 因為不好看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好 當你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已經做完一個DESPORROR 我想要把它Inverse回序的話 它就會去抓 剛剛我講的 比如叫做Gate Feature Name 當作Color 然後抓回來的時候 它就把它懷疑成這樣 所以你這個Factor不只是出了 剛剛這個Array 它其實會出對應的標籤資料這樣子 只要它的資料並沒有補充 而且它可以大幅減成一些 記憶體同性的樣子 這是Inverse的概念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一種方法 是做這種光芒的例子 我們剛剛是針對 剛剛那個Belio的地方去做 幫它安Cover 它有針對Key的部分 去做幫它安Cover 比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bar是1,2 然後-bar是1,2 所以我轉成DictionaryBract的話 我會得到一個2011D賞 這種東西 也就是說 我現在講會是bar,bar是- 所以在第一個 討論裡面的話 它的Dictionary -是有詞的 所以是1 bar是給它2 所以這就不是剛剛講的101 什麼10,什麼0,0,0,0 它是直接對應到一種詞 那這裡1塞的很簡單 就是我的bar是平坦 那我的bar是對應就是位置 或是對應就是3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動畫 所以剛剛那個方法 它也可以這樣做 那最後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說 它還要告訴你 概念就是說 它都把你寫好了 如果你自己 我們之前一看寫的程式 都不知道是Decoding 它既然把你寫好 我們在用這個方式 就會做很快 大家都刮很多 那你就會做 下一個順序 這是講那個 純粹Catical Infeature 的部分的樣子 那請教探紮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可能這邊有 不是Done不是E 還這樣子 不會有剛剛講的 或群眾不一樣的問題 Done不是E的話 因為像這邊都是E 不是E嗎這樣子 對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它比較像是說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保留這個 這個Key的詞 它這個詞還是有 就是我拿到知道 是有1 2 這應該是有相對關係 它這個詞就不能轉成 一個Code 因為它是有相對關係 因為你可以知道說 Bab要多 Bab是Gambi 或是E 所以它就保留這個詞 然後只是把 這東西轉成 一個Code 改變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這樣子 那我繼續下一題 然後再跟它說 它就得 Bab的Graph 是很準的 那這些副法 如果是Flow的話 它應該是Flow 喔 有沒有 它好像預設都是Flow 它的那個預設是不是 我覺得是Flow 好的 所以也不要互別寫 對它預設是Flow 那你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改成 它是會影響 它預設是Flow 這可能要講一下 因為 我會網路到底 它不是沒有下這個東西 它都是那個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進入今天第二組 也是今天比較花點的時間講的 我們叫做Test Feature 好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東西叫做 Cable Feature 它有女文會有混的 然後麻煩之音的 或是女文會有不同的概念 那我們可以推進一個Model 去做Requestion 或是就是分類問題 Test by Requestion的問題 可是我們今天會遇到一個 更常見的問題 叫做Test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天會拿到一句話 最簡單的方式 最有名的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知道IMDB 它上面有很多的留言 那我們想要知道 這個留言到底是正向還是負向 所以我們必須一樣 把這些文字轉成一個數字 然後丟到補訊錄理去做春雨 然後去預測 這樣的組合到底是正向還是負向 這樣子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Walkup 大家就會講 簡單來說 最後根本舉這個例子就是 我今天有三個字串 叫做Problem of Evil Evil Queen Origin of Problem 那你會注意啊 這個主義是說 這個Evil在這邊又出現 這邊又出現 Problem在這邊也有出現 出現 那我們怎麼會把它轉成 這個 就是剛才講素質的東西 讓我們去學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我剛剛講的Walkup 那Walkup的話 它這裡有個程式叫做 Count-back-to-River 就是用去算這個字書的樣子 所以它又把它簡單 它就是把你的滲透 丟進來做春生過的儲蓄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去查 像剛剛那個Velta來的 它還有所謂的 Spot要開還是要關 但是在這個程式網路裡面 它的預測都是Spot Ventures 所以它不會有那種 就是可以讓你看到那些 很多人的這樣東西 它預測就直接可以壓縮 然後它會把這個保存根 跟Spot Ventures 那一樣 所以你做完之後 你會拿一個SD 它有7個Area 壓縮或者是Spot Ventures 然後我也把它印出來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 030 那這個有點看不太懂 所以我會用這個方式把它轉進 我們看得懂 你就說我把它轉進Rate 然後我再把它那個 它的保存根特性網 引出來 所以我會得到說 這個EVOL PORISON 它這個是它的缺點 譬如說它這個沒有造 有啦 它是造一個字母排列 所以它不是原來的順序 它是造EVOL 比如說我DGY沒有一個EVOL 在這一點 PORISON不是E OF就是E這樣子 那PORISON在第四個欄位 是在第三個句子裡面 所以你就把原本這句話打亂 你講清楚 原本是一句話 但是在這個WALKF的話 然後它會變成一個有字母排列的方式 去做分類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非常簡單概念 那如果說 據概念說 這EVOL 會是2 為什麼 因為你假設這邊有兩個重組的字 比如說這邊有兩個EVOL的話 你這邊就會是2 所以這邊記錄 並不是萬號理會的概念 它其實是記錄說 在這句話裡面EVOL出現幾次 PORISON出現幾次 總出現幾次 那這個概念是文字書裡的第一門課 就是一般來說 一門課我曉得叫做Bag of words 就是我分析這個WALKF的權重到底什麼 在我國話的比例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非常的 不是很OK 這東西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我據理說好了 它可以看到說 每個字占多少的權重 可是會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要分析句話的一個特徵 像我們熟識的Ease、Off 這種在一句話裡面一定是特別多的 可是你如果給它比較多的權重 那你其實就是會學完 因為你會學到說 你沒有很多Off 假設這是三號的 那你就會 有兩個還很大的權重 那這樣就會找不到這句話的分析 因為這句話的根據可能是Grabble 那這句話的根據可能是Horizon 並不是這種Off的東西 所以當你說Bag of all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在看的其實是看這質量的大小 所以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視徵你的權重 會變得有點奇怪 這樣子 那這些角色的範疇是說 像在那邊很不好看嘛 事實上你可以用Andas的Column 或是去給它定義 所以你可以幫我轉進一個 Data Frame的東西 其實你就會看到說 喔 這邊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第三句話 對應的質是怎麼樣的 這是Bag of all的東西 那在課本上面 它就直接接到一個名字說 這叫做TFID 我等一下有範疇我就會講 那我先給它講一下 接下來講說 這個Bag of all的BOW 它有確定就是它有權重 它會給高頻率很大的權重 那我們想要把它消除 我們希望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通常看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Turn Frequency 就是說這個字在裡面的權重多少 那第二個是我們看Inboss 比如說這個燈是在全部 有的三句話裡面 它是不是都有出現 如果都有出現的話 它可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檔子 像異質、off的東西 它在比方都有出現的話 它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檔子 但是如果像Polys的那種 是有在肯定要出現的話 我就給它 給大家全正 所以它叫做TFID 所以它是兩件事合在一起的 那這邊用管理非常簡單 那你就直接import這個 DFI-DF Factorize 那它是在features的項目 那一樣把它丟進去 做 sample 做完之後你就把它說 好 我現在擺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剛剛提到你 我是有權重 那對於我這句話來說的話 因為這字還是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off這邊會比較重要 這邊的話Polys的迷信就不重要 因為它在三個句子裡面 Polys的迷信是不能出現的 所以在第二季出現的話 它會比較重要的檔子 那我知道這樣概念 大家可能沒辦法聯繫 所以我直接找一個 BOB的用那個部分來解釋 那客本的話是 他說建議參考的 這張機我想不到的樣子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BOB的文章來看 就是要做到的 可惡的 我們現在是要做的 因為它們要做到的 部分是要做的 所以要做的 要做的 要做到的 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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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就是講說 屬於屬於標記輪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我們剛剛講過的部分 這邊開始 它有兩種不同的形式處理帶 就是被我剛剛講過跟DFIPDF 被我剛剛有講過 它是我真的直接拉下來好了 舉例來說它有三分四川 The movie is very scary and long 像是N是女具要的出現 所以當我們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我們看到阿翔 這是他的發表 The movie is very scary and long 所以在第一句話裡面 我就給他移名這樣子 第二句話裡面它有這個字 就給他移名 椅子出現兩次 因為它這個具體不在是會兩次 所以它出現兩次 這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 出現越高度性不太管越重要 第二個是這句話的長度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覺得長度不一樣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其實會有一點 有點障礙的這樣子 那這就是被我為了 有點是它很好實現 它缺點就是做這件事情 其實透明不好確定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用被我為了 你會拿到一個 而來這樣子 那你就會進去做什麼事情做訓練 比如說這句話可能是 非常判斷點的 你就不要一個 最初就不判斷點 那這句話可能是負面的這樣子 因為它看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那這次被我為了 剛剛我們講過 被我為了 那它就有講幾個缺點 我們來開始教了 第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個信任制進來 你的長度就會持續 你的 vocabulary 裡面 size 會持續增加 所以你的長度會持續增加 第二個是說 你的裡面跟剛剛問題一樣 你會有大量的名單 因為事實上 你的單字如果有上千個 比如說你有三千個單字 但事實上你的一個句子裡面 只有十個單字 所以你會有兩千九百多個名在裡面 所以你的名會非常大量 那第三個話我覺得也是最完結 就是你在學一句話的時候 其實你看中的是 這個字母是無間的關係 可是如果你把它打完之後 因為你用那個在做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是在做這個數據 它可能是會照那個字母 還可以做的 所以你把它做完之後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些又是被我為了缺點 那也是很沒辦法解決 所以後來就會有一些方法 那這個東西有些確點這邊也會有 但是這方法就是 它主要是改善那個 被我為裡面的權重 高頻率是太權重的問題 那這邊其實這個範疑 我覺得還蠻簡單的 要讓大家開始想 那次其實也都有範疑 假設說它就算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TFE 第二件事情叫做IDF 那什麼是TFE 第一個就是說 我在第幾句話裡面 這個字出現了頻率 所以我很簡單 我這句話裡面可能會有七的單字 我的正單字出現一次 我就是七的單字 兩次就七的單字 那這個D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是D級的代表人 我可能有好幾個代表人這樣 這個不行 那這邊來翻個意思好了 他以ReviewTo來舉例來說好了 ReviewTo它總共的長度是 8個單字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只有7 8 它一直重複 所以要總共8個單字 或重複上只有2 5 5 那它想要看的是 歷史 不然他主說歷史 應該是以次 應該是說 他説歷史出現2次 不然我剛看過 出現以次 所以是8分之以沒錯 但是以前以次是出現2次 所以就會告訴M2 這邊這略文字加密 你用這樣的方式你就會看到說 光這句話我就只做一個 8分之1、8分之2、8分之0的單字 所以我得到一個新的詞就是 我有一句話 我第一句話我得到是7分之1、7分之1 然後8分之1 就是我會得到一個TFS 那這部分大概就沒有問題吧 就是把單字去看我的程度 所以每個分母會不一樣 因為有的分母是有7的單字有分8的單字 所以他會依據你這句話的長官 要做一些調整的樣子 這會比較nexer的實力 那IDF 像 所以我覺得比較簡單 IDF有簡單來說 他看到 以這個TF來說的話 他會有一個叫做小寫的地方 他會有第一句說 我在這個單位裡面佔多少錢 可是如果是IDF的話 他其實就有一個地方 他看的是說 第一個 你有幾篇文章 或是幾個句子 剛剛我們有三個文章 所以我們有三個文章 第二個是他看的是什麼東西 他看的是說 這個item 他在三篇文章裡面出現的次數是多少 那GI說 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List List的話 是在三篇裡面都有出現 所以他就是三除以三 那為什麼用ROG呢 因為ROG在8.01的時候 他會是 也就是說 當這單字 三邊巨子三邊文章都有的時候 你可以ROG它是一個不是很重要的字 所以你就把它給它是一分 可是如果像一個單字 我們Gi算好了 然後像MUFI 也是 這都是三個文章 這都是有 所以我就要給它一分 可是像NAT 因為我們知道吧 如果說我們要做一邊文章 一個巨子是正向還是反向的 有沒有NAT 其實很重要 因為有NAT 越多的話 你認為它可能就是一個 發展的概念 所以當你有NAT 的時候 你看三除以一變三 那ROG的底部是10號 是1.48 那如果是你有兩比的話 是1.48 所以IDF大家 其實用這個意思 我覺得應該 很快有點 跟我們說他什麼概念 就是說 他是看整個文章裡面 有關門出現的東西 那最後要怎麼算呢 這邊只是算 跟你講說 就是我把你的單子算完之後 跟到1.48 比如說 這個單子在 全部文章裡面 它有沒有 比較高的 就是這樣 那下一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 很簡單 就是把兩個巨頭寫起來 第一個巨頭 是說 我就在這個句子裡面 我自己本身的單子 出現的領域 那第二個 就是我在全部文章裡面 這單子有重要性 像剛剛 講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 is 歷史 所以他 雖然說他的平均出現很高 可是因為你打 IDF是0 所以他吃下去 就會是0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可以拿到遊戲的表格 那 你可以看到 這是兩個相承的 你可以看到說 barry scary long 這種比較有 具有一些形容的單子 還會有一些分數 像 歷史 椅子 那種 比較 是文法上的 語助詞的東西 他就直接變成 可是有時候會相對 就關心 像movie movie基本上 應該是一個狀況的單子 可是因為 三個巨頭沒有這個movie 所以他 還是給他設定這樣子 那 也就表示說 即使我要判斷這三個巨頭 譬如是正向還是反向 我會從 比較沒有出現的難度去做分析 所以 TFIDF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 有改善那個 被我們過的缺點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 他這個還是沒有照順序 去排別的 這是他 這是文字上 嘴還是沒有缺點 這樣子 但至少他有理會 理還是會有些理 他理還是會有很多 所以他這改善的是 那個被我問 那個捲動的問題 這樣子 好 以下是那個 被偶爾跟TFIDF的介紹 好 我們現在回過去 那這部分 大概有問題 對 我覺得他電話 表釋得很奇怪 如果他是 無法攻的 其中很重要的 代理 編制 像是 也從於Ruby 擺成別的 然後他 他 確實出現最多 然後 確實 IDFIDF 就會 但講好了 因為我如果做 不是說 Movie這個 這個 我們如果做 或是一些 attention based的信息 他是要考慮到 字與字之間的關係 所以Movie後面對什麼字 對個真相 對個反向 他就會有很大的意義 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這可能是一個 二維分別法 就是 Movie分別法 當你要做一個分類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 這三個review 或是十條review裡面 他到底 哪個是真面 還是反向 可是對於這個Movie來說 因為這Movie在這三條 句子裡面都有 所以很想想 這Movie 沒有辦法幫助 我們分類說 這個review一二三 是正還是反向 但是像這種 Spooky 啊 Scary 這種比較有 反向的單字的時候 他只有在 比如說 我今天 我在做Castification的時候 我會給他一個條件 有時候叫做 這是 負面的 負面的 正面的 所以我就選到說 當Scary出現的時候 那都是負面的 當Scary出現的時候 你就出現 噢 出現的時候 可能是E 可是對於這個Movie來說 他三個句子都有出現 所以對於你的Binary Castification的時候 這目的並沒有辦法 放置到 你做 存在的 我這邊講的主要是 做 Binary Castification 當然你要做 語意分析 或是 摘要分析的話 這些單字當然是不能去掉 或者說 你今天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 又是高達 一千的句子 這目的大概不會認人 他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問題的真數這樣子 但是像歷史啊 椅子啊 我相信 DOS有一千的句子 他還是會接近是 的 這樣子 這樣解釋應該有清楚 那為什麼不在 特別是 我先想想 這個方法 並不是一個 因為他只是一個 自於是的分析 他只是改良背後 他並不是一個 處理 自傳前後外景的東西 他只是一個 統計的概念 那我應該就是 考慮到自己 我這個單字在邊 因為 我相識性很高 相識性高 再講好了 如果說你要買東西 相信 越稀有的東西一定是越貴 大家都有東西 大家都買得到東西 其實我都買不少 如果說 他有 比如說 也有 BAN的單字好了 那他 為什麼不在 單字上面 給群眾 然後就是 給那個 用次數 去那個 因為 對於 對於 有訓練的來說 他本身 並不會知道 good bed 是正向 正向 他不會知道 他只會知道 哪個標籤 1-1-1 他有意義裡面 去看哪些單字 而決定比較高 啊 這個 good 跟什麼 搭配出來 very good 如果常出現的話 我就說 他會喜歡這件事情 他並不會知道 very 跟good 到底是好 或是 他會用上面那個標籤 來決定做的 這句子裡面哪些單字 出現比較多的能量 那我相信 因為good 可能會出現在這邊 可能會出現在這邊 這不一樣 但是如果我看到的比例 只要我出現good的比例都是好 那 而且他全面的特徵 我會相信他就是 比較好的特徵 這邊講是特徵 這個特徵 就站比較多 大的權重 這樣子 當然如果 有反向 你說 那的加good 那的加good 就是變成不好 那就看整個 出現的 幾乎都常常出現 那 常常出現 他就說 再會出現不好的 疑問這樣子 那這邊還要講 這邊並沒有學到單字的強化 它只是一個很基本的 字的統計 然後是貝爾沃爾的強化版本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我繼續 好 那這邊就 講完了 反正就是 這樣子比較 那大家出來看 就會感覺 這是貝爾沃爾 這是單字 這樣子 如果你的單字這樣 感覺到 就可能到 那 那DFDF 它是可以幫助你單字 是在 你幫助之間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這單字在 這句子的狀況性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句子 這句子學不好 因為它的句子 變化性太少了 所以 你要看這個複雜的句子 才會知道說 那一個 train 好 那 他的第三個 那這部分 就是 他說在後面講 所以我這邊沒有準備 那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要做 EBG的特定的話 你大概才把這張圖 就進去訓練 那這邊概念比較強 是說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 圖形的前主理 讓它分屬我特定的區塊 那 用偶像的特色主理的話 會 讓你們 會更精準這樣子 那這個要換去 這樣 那我們現在講 第二部分是 Direct Feature Direct Feature 概念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拿到的 feature 是 數量是很少 只有一個欄位 那我們 事實上可以用整個 Direct Feature 去創造 一個新的地球 那 我一般來說 我們創造自己的地球 有一個人叫做 Hyper parameter 比如說 有一個人沒有 我們其他偶然創造出來 或是我們做一些 特殊組合 可以 可以找到一些 新的特徵 那新的特徵 有可能是變不好 有可能會變更好 那 這個例子是讓我們 可以學到一個 可以學到一個新的 讓我們要學得更好 這樣子 好 那C的話 它是用這個Direct Feature 沒有講 就是可以再去看 那簡單來說 它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這張提案蠻簡單的 就是 簡單來說 我們做一個特徵 S是12345 不然我們現在是4237 這樣子 所以我們畫出來 就長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要用這個Model 去模擬這些 圖形的方式 那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 音樂回血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 這個概念就很簡單 那我們就用音樂回血的方式 我們就引過一個音樂回血的方式 那我們把它轉成二維的 因為我們原本 第一是一個音樂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 加一個律部SS 新軸的方式 我們肉圍的方式去做 那我們對進去的話 我們就會用X 跟Y去做Train 吹完之後 我可以做一個D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YPT的東西 重新畫個新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應該蠻簡單的 就是 我們會找一條線 是最去硬這些東西的線 那很明顯的是 這線的方式是在存檢 因為你要找一條最去硬的方式 那這就是我們講的 當你的feature是有限的時候 你不管怎麼樣做 你都沒辦法做到一個非常好的 的model 因為這個 URLESS相當很大的 可是如果我們藉由改變的feature方式 它其實光用音樂的方式 就會做到很好的表現方式 那以這事實來說 它其實算出來的方式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個單字 1乘上0.7加到1.3的位置 那2乘上0.7加到1.4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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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認出來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差數 就是它的權重 那加上1.8-2.4的東西 那事實上 我們可以拉更複雜 拉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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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種 以這邊來說的話 我會舉例來說 我可以拉更複雜 我可以拉更複雜 拉更複雜 我可以拉更複雜 拉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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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可以給他排成兩位 我們用一個叫做 阿里農五尾有P 這個東西 我直接把 這把我放成 兩位 而且是 成什麼 那個 以為是 平方 一邊一 二邊四 三邊做 我們當然有給他殺了 客本職雄殺了 可是我們先用二位來做局部 我給他一個二位好了 我們今天的 feature 就是會從一個 feature 變成 討論的 feature 那以後我們丟進去做音樂理規宣 我猜他會變什麼樣子 原本是長這樣一條線 可是我們做到音樂理規宣之後 他變成一個曲折的東西 那他怎麼做到音樂理規宣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個音樂理規宣傳出來 等下說 我們剛剛是用一個圈鐘去代表 學生機器 所以他的電話箱是一條磁線的 可是我們現在過了一個 feature 東西 過了一個新的圈鐘 過5.7 跟電影規宣傳 然後這相對8.8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轉圖的曲線 所以我們看一下他上面這個 對 應該是說 它是一個拋物線 只是那個 它其實不是拋物線 它其實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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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畫的也是用這個詞 不然不代表 我是用點來畫這樣子 要不然它其實要滑溫下一個領域的領域 這個領域的領域 這個領域的領域 它是滑溫線的領域 那當然你可以抬更大 它要上背 上背的話你看你在做 它其實投油會越準 那它的特徵就是在多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多麼的舉例 假設以20點來說 20就是乘上3.7 然後2平方乘上3.3 8乘上3.8 再加上前台 就會在這個領域 那這個領域的話 就是它可以做到一個領域 當然這樣做過程中 就是我們自己常不知道 就是它可能會被負責 因為你多一個點 它就會讓它復行變得 是一個特殊的復型 它這邊不用不管 這邊只是講說 你如果有更多的特徵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做一些曲線的事情 那這就是所謂的 derived feature 就是說你藉由異國的東西 你自己去不要做一些平方 或是開課 或是各種的什麼東西 你在加上更新的環境 然後它就請你去學這件事情 還會學到一個 非常逼近正對它的 新的模特兒這樣子 這就是 derived feature 的概念這樣子 它這個概念要完全開 那這部分 量不太多 好 那我講第三個法 好 第二個法話 因為這樣提起量不太多 就是三個法 第三個法話就是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會遇到就是 immitation的問題 就是說 我需要把它扶持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 要知道可能是有什麼缺點 所以當我們 工程師三做完前處理的時候 基本上你沒有拿會或是 所以你會給它添一個 可能當過的那樣子的東西 那你要做前處理的話 其實就是用這個東西 就當作 immitation 那樣子 不過客人的例子 是有點舊的 簡單來說 這是0.20的盤子 所以當你剛用這個方形的時候 它會出錯 因為我的套件是 3K2 0.20 所以你剛用這個方形 它會做錯 然後說沒有找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後來你不會要用這個方形的話 假設你是0.20的話 0.20的話 你要用這個 用這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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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做了一連均 就是4連 這是我 繞 原本基本是 Mira son就是14d文dy program 作分 base 那 注意一下 audiobook是取5點訓 是取 �ícios 1 2 3 4 大概是18除以10 那這個就是758加1除以10 那我只不過去上網去查 其實有四個可以幫你用 第二個是密碼 還有密碼的重位數 還有most frequency 像這來說有開兩名3嗎 這個都會是3 那像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大都密碼的密碼 他會選最小的那個是3 那當然還有一個你可以按COS的 那一般來說 按COS的話 畢生都是0 就你把它貼上來 darum你有沒有 surveyor 我說 свой 確定是0 當然你可以在自己指令 加個要整個字 比如說你是負欲啊 獨rium 你就把它要去 就這樣子 那COS的畢 ang Heats就是0 ever you will use 所以 確定是最輕鬆的 對 其實還有最後一個部分就是Visual Hyper-Live 因為當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我要做我前面有特色工程要變合來質 還要做一些補持或是要整個質素 那它有一個功能叫做 Hyper-Live 那麥克風其實就蠻簡單的 也就是說 你就 import這個 Hyper-Live 那你就依序做分析 第一個事情 你現在要做蜜蜜蜜蜜蜜蜜 第二個事情 或者新增特徵 Cashable 成一平方 然後就可以去 你可以直接用這方式做成引導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裡 喘到你在做測試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當你在做Model的時候 其實不這樣寫的 他比你們做得很大 那大概就是今天的 就大家要介紹 應該是新增特徵 這也是一樣的問題 這先會聽到 我們要從 比較前面跑 兩個把門混在一起寫 完全不知道 我們不會再這麼發動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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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 D1 P1 我裡面有那個 這個啊 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 NPO 有 其實這個 因為他之前要換你 我們要停他 後來就是這個換一個 這個 換一個 換一個 這個 這張 有三個特徵 最後的作品就是 這件事做半個開始做的前 那就是算是一個 特徵模式的入門的部分 介紹 請問 ave música 嗎 請問 這些還有 請問 這件事 很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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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